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前一集咱们说了大师慧眼识贼 痛批共党的光辉事迹 这一集就有些难过了 因为要说那些辨识力比较差 很聪明 又偏重感情用事的青年知识分子 怎么被共党整治 现在的臭词叫严打 甚至被共党消灭的悲催事 看片前 有请干净世界和油管两边的看官 帮忙点赞 关注 订阅 打开铃铛吧 谢了 书归正本 咱们频道的资深看官都了解 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相当的尊重和宽容 可是实行极权统治的中共 就根本容不得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了 你只能说他好 效忠他 跪舔他 不然就让你好瞧 毛共在1949年之后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打弯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 逼知识分子臣服 就是这个目的 在共党持续的打压之下 大批知识分子或者被杀 或者被关 或者选择自杀 或者逃离沦陷区 或保持沉默 或者和肥伟当局同流合污 结果呢 保有传统式的气节 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 在当今中国是越来越少 很多人的思维活跃嘛 他就要说话 谁也不想憋出病来 是吧 但是 为了自身和亲属的安全 义正论事 只好是采用春秋笔法 正话反说 戏谑自嘲 相装武剑 借骨俯金 编段子金句 山寨一些童话寓言什么的 这是个多么不正常的社会呀 全败匪儿们所赐 事实上 最早在八十多年前的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 投奔共党的知识分子就领教了他党妈整人的本事 当时呢 在老毛阴险的号召之下 一些知识分子就写文章对共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比如 毕业于北大的青年作家王石卫 他在自己写的《野百合花》中 就批评了延安共党的等级制度 还有其他的丑陋现象 王石卫因此就被毛泽东定性为脱派分子 之后呢 又给他扣上了反革命脱派奸细分子的帽子 1947年7月1号的深夜 他竟然被秘密杀害了 尸体还被剁成了碎块 扔在一口枯井里埋了 他的妻子刘盈直到三十多年后文革结束 才获知了丈夫的死讯 估计那时候王太太已经欲哭无泪了 类似王石卫遭遇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 因为资料有限 已无从考证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有多恐怖 却非言语所能描述 中共前领导人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写的《中共50年》一书中说 延安整风运动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山哥认为王明他说晚了 其实共党一窜正 他就开始对中国各族人民搞恐怖袭击了 其中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正式杀伐就是反右运动 更早的还有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之后 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但是为了确立专制统治 剧脸财富 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运动 在农村消灭地主 在城市消灭资产阶级 在城市和农村镇压所谓反革命和宗教会道门 对知识分子则是实行思想改造运动 在中共看来 许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学成回来的 身上不仅具有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 这些当然是中共不能接受的 毛泽东就这么说过 读书越多越糊涂 知识越多越反动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比较 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 就是身体也不干净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 农民 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 脚上有牛屎 上一集咱们提到 从1951年9月下旬开始 土共他强迫大中小学教师职员 还有装科以上的学生交代自己的历史 他的阴险目的就是镇压有学问的反党分子 采用的呢 正是延安整风中已经预演过的流氓手段 车轮战 疲劳战 开会搞仪式 还有群体压力等等 一些知识分子哪见过这些呀 实在受不了屈辱 就选择了自杀 但是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 或者被迫或者主动接受了改造 还写出了深刻的反省文章 比如哲学家金月琳的 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建筑学家梁思成写了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思想家梁树明交出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改变 西洋文学家吴密的改造思想 站文脚跟 勉为人民教师等等 各位注意到了吧 这几位的名头如雷灌耳吧 可都是大家 但是他们都在共党铁拳下低下了高贵的头 然而也有少数知识分子 比如前面说到的陈寅雀大师 就继续秉持思想不自由 误宁死的精神 坚持学术自由 在中共高官邀请他去北京赴任的时候 甚至提出了不忠奉马列主义 不学习政治的条件 当然了 共党他是不会答应的 而陈寅雀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残酷迫害 通过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脑控 许多知识分子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效忠土共和老毛 但是最大的恶果是他们对土共的恐惧心理由此而生 这也正是毛共想要达到的目的 韩战结束之后 老毛他在政治经济领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整人他不甘心呢 就又把目光转向了知识分子 觉得软弱可欺 好捏固吗 因为韩战而停下来的整人运动 接着来 这次他的运动由批判于平博胡适开始 然后转向著名的非共党的文艺批评家胡锋 1954年 土共开始批红学家于平博的《红楼梦》研究 而批于平博不过是个影子 真实的目的是对沦陷区知识分子 再来一次升级版的洗脑运动 同时要肃清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业已去了台湾 还差点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的影响 据说为了批判反动文人代表胡适 由三连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八集 共约三百万字 这简直是可笑至极 胡适先生呢 他当时住在美国 还搜集了这八本书 还认真做了批注 大家可能想了 这老毛和胡适有什么仇啊 人家也没在你沦陷区啊 你这么搞不觉得自己很搞吗 这里边就有个故事了 香港党媒凤凰网2012年登了中共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学部委员耿云志的文章 他说 老毛发起运动 看起来是以批判于平国《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 继而批判胡适 其实呢 是因为胡大师写了个金句挤的老毛 耿云志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说 这句话呢 我想是胡适一生里边 讲的最有识绅士风度的一句话 他说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 他考北大是考不上帝 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的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你说这小心眼的小到啥程度啊 批完了胡适 土共又把目标转向了政治上拥护党 却主张自由创作原则的胡适 胡适呢 他显然违背了毛贡的意愿 因为老毛早在延安时就强调 作家 艺术家应该是宣传政策的工具 就差说你不是人了 工具嘛 1955年1月 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胡适随即被定为反革命 同年8月15号被捕 同时被波及的高达2100多人 其中92个人被逮捕 78个人被正式定为胡适反革命集团分子 其中骨干23人 胡适入狱10年之后被正式判刑14年 到文革的时候还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老毛他杀一井百 因为这个运动而成功了 从此 知识分子全都闭嘴了 但是 他们对土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 这个时候 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事 1956年10月 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俱乐部 他们要求改变匈共的领导 脱离苏联领导 还要求匈共领导人改正错误 同时他们还上街抗议游行 结果怎么样呢 苏联悍然派兵镇压 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的惨剧 史称匈牙利事件 此时在中国国内 由于毛贡对政治文化的高压 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 农业集体化 出现了大量问题 也引发了人民的不满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 老毛他担心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就决心消灭不满情绪 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 于是 转过年来 1957年 毛贡发动了反右运动 先是克隆延安整风手段 诱骗大家给土共提意见 还那一套啊 然后呢 他就羊皮一接露出了狼牙 疯狂的撕咬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 伪君子 大坏蛋的代名词 成了亿万工农兵批判的对象 到1958年5月运动结束的时候 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 很多人被下放到了农村 接受劳动改造 也同时失去了劳保和公费医疗什么的 他们的子女不可以上大学 参军成了黑五类 地腹反坏右嘛 右就是右派 之后呢 他们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到了冲击 有学者考证 反右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 至少有4117人 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和其他中国人意识到 违抗土共的意志下场会很可怕 毛和中共终于确立了恐怖的极权政治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成为中共的御用知识分子 也就是奴才 另一部分人对政治感到非常害怕 就不再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关心政治了 反右之后 老毛又发动了大跃进 造成了至少饿死4000万人的后果 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 虽然知道大跃进是自欺欺人 但是因为害怕中共嘛 就再没人敢说真话 到1966年 老毛为了稳定手中的权力 就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 最初的破撕救运动不仅毁坏了大量文物 而且导致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杀 官方资料显示 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 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而文革最初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 就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高峰 您看看这一长串自杀的知识分子的名单 就知道有多少文化精英被中共葬送 咱们说一部分啊 傅雷 老舍 邓拓 范长江 文杰夫妇 小白玉霜 顾胜英 熊十丽 杨硕 书秀文 上海音乐学院五位一级教授 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之后 真正有良知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大多被迫害致死 剩余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了 他们或选择沉默或者选择复合中共 甚至自我摧毁了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的能力 因而从1949年到70年代末 知识分子阶层在学术上也基本上没有成就可言 1977年邓小平复出了 在时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积极努力和邓的默许之下 全国右派被平反 但是五名中央级的右派不于平反 分别为张伯军 罗隆基 彭文英 楚安平 陈仁炳 这依旧表明对党根本上的任何批评都是不行地 平反之举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拥护 又开始相信中共会变好了 他们忘了 共产党这个东西的本质 那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狼改不了吃人 土共他穿上马甲 还是乌龟王八 果不其然 教训再次来临 70年代末镇压西单民主墙 80年代末又打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 把学生和平请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直到血腥屠城 所有一切都证明 土共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对任何危及他政权的异议之声 他都要彻底镇压 六四发生之后 土共他除了在党内进行清洗之外 还开始批判学生 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 老师 机关干部 都要进行深刻检讨 当年的毕业生大部分不许留城 全国各高校的新生一入校就抢行军训 土共他同时在全国还开展了对所有学运领袖的搜捕 面对中共的高压政策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拒绝与当局合作 不承认镇压合理的宣传 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出于策略的考虑 或者出于生活现实的考虑 在形式上接受了土共的谎言 还有很多人再次意识到 土共制驾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因此转而埋头学问 90年代中期之后 中国经济开始高速而畸形的发展 一切向前看成为社会新的导向 土共则几次给知识分子掌心 让他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继续保持沉默 同时鼓励教育企业化 让知识分子追逐利益 没时间关心政治 对愿意和当局合作的知识分子 土共则提供金钱的资助 还有升职的空间 于是乎御用文人不断涌现 雷人言语不绝于耳 比如中国的贫数差距大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 只有拉大差距 社会才能进步 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中国应当学习朝鲜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 是因为收费太低 现在买房就是爱国 老上访专业户99%有精神问题等等 对于持不同政见 但是反抗不太激烈的知识分子 土共他则改为有克制的宽容 甚至给点小人小会进行收买 而对于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知识分子 则是严厉打压 比如对敢于说真话挑战中共权威 面对暴力也不退缩的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 高智盛 王全璋 胡佳 郭全 力宏 陈光诚 郭飞雄 孙文广 包龙军和王宇夫妇等等 土共则是用尽了流氓手段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 在集权社会中生长的知识分子 都必定要和政治产生关联 因为统治者绝不允许任何人漠视正统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统治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要你表态 而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 如果想用另一种方式研究思考 首先就要反抗政治 如今不知道在土共常年摧残之下 中国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义无反顾的 走在艰辛抗共而且让人钦佩的道路上 山哥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后共产党时代就要到来之前 尽快修复自己的脊梁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请帮忙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吧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